你绝对不知道的是 把许松歌词写入做文号 这位小伙考了浙江省2019年高考状元 这个让全场膜拜的学霸许松学 在浙江省出分时 他理化全部满分 以720分获得北大力药 可对方并不开心 原因只有一个 闻讯而来的北大把他留在老家 一遍遍洗脑希望他一定要去北大 耽误许松学看许松演唱会 让北大十分不及 许松为何这么有吸引力 让许同学连学校的舞报 也要全去看演唱会 只因许学霸有独有的学习小妖章 将许松的歌词写入作文 我经常在作文里引用你的歌词 这些歌对我写作文的思路 有着很大的帮助 那你作文的分数怎么样呢 后来 我最后语文是拿到了131分 聊聊术语却道解了许松歌词 极具文学素养 卢中月源于杨中曼 千百度 远于新气息的情绪 正是获央视点名表扬 十三分钟 只因许松将岳飞的小重山 往下写了几句 震惊整个文弹 傅林老师更是直言 作业书使所有音乐人该重新翻书 因此不少人热议道 许松若饮唐十九 唐十何止三百首 然而 才华横移的他 却因过于佛系 被网红号称五高 19年 网红罗聪挺简单的下令 就是这旋律怎么听怎么说 更可气的是 罗聪被爆抄袭后 不仅没道歉 反而用上猪娃界绝招 倒打一耙 称许松没有自己红 咱就是说 松哥爆火的时候 不知道罗聪在哪个技巧大栏 被众多粉丝 称为音乐财富的李源杰 更是把周董烟花一冷 和许松的卢中月拼在一起 变成崭新的歌 就这听见了 每个一二十年都练不出来 话说 你真的不考虑开个副业吧 说不定能设计出 和大做一二的衣服 然而 面对诸位的薅羊毛 许松在旦旦表示 蚊子咬了我一口 我总不能咬出去吧 蚊子叮我一口 我不能张嘴去咬蚊子 大家不在一个层面上 所以就没什么可较劲 让粉丝直呼 之前不动声色怼别 大半个一圈的许松去哪儿呢 你们最近有些诗词 我怀疑是点脑润最深沉的 一时流到让人一时流产 还感觉飘飘然 那些梦话自己留着 沙发表白 难道是要开演唱会了 谁能想到 海迪两大王牌 一个唱歌不要紧 如果演出我歌 我收费的话 我可能现在是赚一个一点 一个红了十年 不肯开演唱会 被粉丝戏称败家子 估计连海迪也想不到 自己不仅有败家子 还是脸啊 烦死了 薛之谦成平前曾说过 如果自己火了 歌一定不收费 后来薛之谦凭段子手翻红 发新专辑时却说 买不买都行 手机免费听 这张专辑买不买无所谓的 大家免费听就好了 甚至还称 如果歌收费 躺着就能赚一亿 但自己不想拿这些钱 参加保送一时更是放话 如果有天对音乐不尊重了 会选择重新过期 当同为三大巨头的汪速龙 三句以上就要收费 活了十年的许宗 却不上综艺不开演唱会 成为一股轻流 怪不得被粉丝调侃 如果海迪没了 许宗和薛之谦一定有责任 2019年许宗举办了个演 十万张门票被一抢而过 网络也一度陷入瘫痪 许多不明真线的网友发问 一个过期歌手演唱会 有啥可看的 还有这么多粉丝抢票 对此松鼠直言 没毛病 平时常无此人 应该演唱会 只恨手速不够快 其实许宗的歌 也就软件上能听听 现场发挥 台风也是一般般 演唱会一点意思没有 大家手上留点情好吧 速度千万别太快 要为许宗有多火 一手断桥残雪 不知道让多少人 连夜坐火车去西湖 看断桥残雪 断桥是风下过雪 我望着湖面 水中寒月如雪 之间轻便融解 千百度还被选入 大学语文课文中 我寻你千百度 日出道痴暮 素颜随便一开口 都是大合唱 甚至在排行榜上 当于周董一争高下 但凡有这么几个成效 不得开机场演唱会 大转一笔 偏偏许宗又不 看到粉丝多为学生 没有经济条件 许宗直接定下十年之约 还将门票定得很低 并在现场表白粉丝 称大家也是自己的青春 而坐无虚席的演唱会 也证明了音乐人 只要认真做音乐 就一定会有出路 但佛系偶像许松 可谓是让松鼠操碎了心 你敢相信吗 明星恋情曝光后 粉丝恨不得五龙五十 36岁的老偶像许松 被拍到与女孩牵手同回家中 松鼠欢欣鼓舞之言 喜大普奔 许松终于会拱白菜了 我们有嫂子了 这不得多安排几首小天歌 为了庆祝许松铁处开花 开机场演唱会 发几张专辑 也不是很过分 大家也好随个礼 既汪苏龙账上 我做许良那时候就好 看到了吗 许松谈恋爱 也是要给女朋友提包 给对象开车门 所以大家找对象要求都放高点 别选我宝串苦手 还要十八年 只能挖野菜图日 评论器简直不要太和谐 再回想起许松说过 结婚一定会和粉丝结 其实一定会是 跟自己的粉丝结婚 对啊 因为如果他不是自己的粉丝 就是不欣赏自己 为什么我要跟他结婚 就因为我喜欢他嘛 我觉得喜欢应当是 互相的一件事情 应当是互为粉丝 我是我另一半的粉丝 他也是我的粉丝 而绯闻女友冯喜 不正是从小喜欢许松的粉丝 甚至看见对方 连话都说不出 为什么刚才许松出来 唱那个有和不可的时候 刚唱三句 你就在那边飙泪 宋哥你不要看我 我叫不出来 你不要看我 你不要看我 原来一切都有气可循 简直是小说超级现实 学生时代的偶像变成身边人 换谁都不羡慕 而冯喜某书文案 还是许松的歌词 请记得少买冰淇淋 许松平时看见粉丝叫自己哥哥 一脸宠溺回答对方 估计老偶像谈起恋爱 也是一把好手 这不比之前有网友 在社交平台上爆料 自己陪着许松从寂静无名 到高棚满座 然而对方事了不一去 这样的假消息强 现在我这青春不止有黑料 还有女朋友了 真是让人高兴 只是随着许松 被越来越多人知道 这下估计要彻底 抢不到眼神回门票了 也希望许松之后 能多发布几首甜甜的小情歌 大家对许松恋情曝光 还有啥想说的 有没有感觉喜大补奔 期待的发小甜哥吗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